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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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海元 我跟程璐斯文有一个组合 梁思成组合 对 梁思成组合 所以去年参加完节目之后 过去的一年 我收到了很多情侣度蜜月的邀请 而我也凭借精湛的陆地主技术赚了很多钱 真的 今年的投学大会 我本来不太想参加了 因为我也不想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 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80%的明星出事 然后发声明都会说 我不想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看了我们就生气 而且他们还总要强调是 无意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让我们这些有意要占用 却占用不到人格外的生气 现在饭圈真的太可怕 你知道粉丝最近有多疯狂吗 我去年参加完投学大会 我也收获了几个疯狂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同学 是一个二手的粉丝 他看完我投学大会的表演 对我非常崇拜 觉得我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实在推透不过 我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发现 我比他还激动 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 明星跟粉丝吃饭应该注意什么 要不要AA 如果他不肯AA 我怎么办 然后吃饭的过程还挺愉快的 因为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因为他也是广西的嘛 他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会广西啊 然后要不要我来接你啊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 因为我怕他到时候 带太多人来机场接机 又是应援 又是送花 又是喊口号的 会占用机场太多的公共资源 而且长命搞那么大的话 我跟吴亦凡有什么区别 但这个朋友追星 他追得真的很用心 他来之前还做过功课的 他跟我说 你还记得吗 有一年暑假在外婆家 有一个小混混霸凌了你 我说我记得呀 他说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他现在也是你的粉丝吧 他现在到处跟人说 他当初打过你 还说当初打你 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幽默 每次都是一边打一边笑 打得可开心了 搞得他后来都不喜欢打别人 就喜欢打你 我听完之后百感交集 我就想打我 就笑成这样 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你要是有机会打李弹的话 那么得把你笑死 但同时呢 我也为他的无知捏一把汗了 我也就是没有流量 我要是流量足够多的话 你不要说到处说打我了 你连我的名字你都不敢提 说到两海人 你只能叫我LHY 但这个粉丝对我非常好 天天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要帮我解决家里的问题 还要约当初欺负我的那个小混混 当面跟我道歉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粉丝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海员 如果我帮你办完了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跟李弹吃个饭 然后搞得我真的很受伤 我说你跟我聊了这么久 你就是为了跟李弹吃饭吗 他说是啊 我真的很受伤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粉丝真的很杂 非常杂 他有好几部手机 除了我之外 也经常给其他的明星发消息 进行多元追星 经常追到半夜三四点 黑眼圈非常严重 当然我今天 我现在已经不介意了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九个月了 我今天把这件事情 就说出来 我也不是为了报复他 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其他的明星 不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以前占用不到公共资源 我今天终于占用到公共资源 所以我才说出来 谢谢大家 我是梁海人 那你们不要叫我梁海人 叫我L-H-Y